正好,今天是舉辦立法會選舉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舉論壇 出席今日論壇的各個名單的代表 按立法會選舉選票上候選人編號的次序 分別是801號民主黨的何俊仁,早安 也有802號民主黨的陶謹申,早安 803號獨立的白韻琴,早安 早安,各位兄弟姐妹 804號民建聯的劉剛華,早安 805號民協的馮檢基,早安 也都是806號民建聯的李慧琼,早安 早安,大家好 還有807號工聯會的陳婉嫻,早安 新聞之前已經有五位候選人接受對手的質詢 現在繼續是第三部份,剩下兩位候選人會接受對手的提問時間 各位會抽籤是決定對手的發問和回應時間 每次就是三分之內完成的 發問的時候 開始提問不可以超過20秒 之後就可以跟進互相提問 但其他候選人不可以在這個時段插嘴 否則主持人美姐和我 有權取消插嘴的人士第四部份分半小時的總結發言時間 甚至將破壞秩序的人請出直播室 我現在再補充一下,發問的時間 第一條的問題不要超過20秒 目的是希望你的對手有機會回應 回應之後就可以互相互相質詢也好 但都很希望能夠令到我們心機旁邊的聽眾 聽到大家說什麼 現在我們就開始了 按照剛才抽籤的次序 現在輪到806號的民建聯的李慧琼 是抽到805號的馮檢基接受質詢的 聽到訊號之後就可以開始你們的發問了 作為家長,我最緊張小朋友的教育 近年很多家長說暴力行為 教壞孩子,令小朋友有養學養 我們在鏡頭前見到V殺面具的示威者霸佔馬路,衝擊鐵馬 我想問馮檢基,你可不可以在此 和我一起譴責這些暴力文化 對於以言語暴力,以粗口手勢 對不同意見的人士說不,你願不願意在此? 時間結束了 我和文曉露都說 參與政治也好,平時做人也好 一定要非暴力 非暴力的行為 如果有暴力行為,我們不同意不認同 是值得市民妥協 但我回到回頭,為何你九龍東支持社民人呢? 請你回答我,為何你九龍東支持社民人呢? 為何你九龍東支持社民人呢? 基本上,政府做的事實在令市民不能接受 譬如說,政府偏向商界一樣 發展商的地價升到這樣 請你直接回答,為何你會支持社民人呢? 這是我提問的時間,你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民主派在這件事上,是完全沒有分裂的 我正在回答你第二條 不是,是表達你言論的時間 請你直接回答我問題,你是否跟我一起譴責你的行為 為何支持社民人呢? 我們一定要拿到24席的否決權 雖然我是完全不認同社民人的一些做法 但是民主的因素,民主的要素是我們共通的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民主派不能走在一起 拿到最低限度的24席的否決權的話呢? 即是說,為了選票就可以支持有份參與暴力的政黨行 我認同大家的要素 請你清楚回答,如果他們是暴力的話 你們的成員曾玉成就不會作為主席 也容許他們繼續存在 對不起,你們的黨員曾玉成作為立法會主席 他拿著權力也容許他們這樣做的話呢 這個責任在曾玉成 我只是解釋給鄉原來,你是在包庇曾玉成 你知道嗎?為何曾玉成作為主席就能夠敦別? 民主派是沒有分裂的條件 我們一定要在這次的選舉上 拿到最低限度的24席 讓民主派能夠有否決權 包庇的人是執政的人 是我們的主席曾玉成 是你們的黨員 是民建聯的黨員 曾玉成作為主席 他控制這個議會的進行 他是接受容許這個做法 對不起,你是在包容你們的黨員曾玉成 你是否同意修改議事規則 你是否認同支持你們的主席 馮檢基大家聽得很清楚 現在是我問問題的時間 馮檢基沒有答過我的問題 第一,他不願意公開譴責暴力 好,時間夠了 要收聲了 接著就是807號工聯會 陳婉嫻就抽到804號劉光華 接受你的提問 聽到訊號之後可以開始了 各位早晨,劉光華 我問你,面對現在我們黨員有開工時間 沒有收工時間 如果我們大家將來都入到立法會之後 你會不會無條件支持我們 我說無條件就不要做太多的修訂 或者不要做修訂 我實在是兩個部份的 支持我們 這個標準公時的立法 希望你回答我 謝謝 昨天我在沙田拉票的時候 也有位婦女拖著小孩買禮 她也有說這個問題 她是做兼職的 但是她的先生就很長的時間 她也說到 她用了一個術語就是最低公事 閒姐,你也說標準公事 但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 可能上班的時間比較長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比較少 去教育小孩的時間也都相當少了 所以標準公事 其實在議會 其實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 我們也促請了政府 去做一個研究 我相信他們是做起了的 我是希望梁振英政府 在10月的時候 立即提交這份報告 讓社會和議會能夠有一個充分的討論 我也都期望在這一屆 我不知道選不選到 但是我希望在下一屆的立法會會期 真正能夠可以能夠立法 去做這個標準的公事 或者我跟勞工說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出現了一個叫做 最低公事或者標準公事呢 最低公事就是 例如我們在100年前 當時提出那個 五一的時候當中就說 八小時工作 博士員休息 八小時學習 我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嚮往的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面對這種情況 我們發覺有些行業 他就跟我們說 限姐 如果你假如給我八小時工作 我不夠穩的 特別一些運輸 所以我們就提了一個叫做標準公事 並且近年來 應該講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希望其他政黨都留意 我們提出一個 真是一個很容易運作的 每個星期四十四小時 大家可以星期六星期 不做得或是做在一起 就是四十四小時 如果一超過之後 你每天超過之後 或者一個整個回合超過之後 你就必須要加班補稅 以我來說是一個很低的標準 只是一個公半而已 我們小時候是兩工的 我連三晚還有三工的 我就說 我們中間落物了 希望起步的時候 用公半補稅 不過 不等於你無限期要加班 我知道有些行業 特別是傳輩 他可以無限期加班 你也要他同意 而當中來說 也有一個公事的管理 這個就是我整個構思 我剛才很強調地跟劉康華說 也希望跟其他政黨說 我希望不要做很大的 好 時間夠了 我們第一輪的互相質詢環節 已經完成了 現在進入第二輪的環節 就是互相質詢 繼續按候選人參選編號的發問 各位候選人同樣在節目之前 抽籤決定第二輪質詢的對手 發問及回應的時間 每次是三分鐘 發問者開始的提問 不能超過二十秒 目的是希望 讓接受提問的候選人有時間回應 之後可以互相質詢 其他候選人不能在一個時段插嘴 否則我和羅輝有權取消插嘴人士第四部分 一分半鐘的發言時間 甚至將破壞秩序的人 請他離開我們的直播室 依照之前的抽籤秩序 現在又輪到801號的民主黨何俊仁 他是抽到806號的李維琼接受質詢 請聽到訊號之後可以開始發問 李維琼 他建議將公民教育豐富 加入歷史教育 加入全面保世價值的教育 為何做不到這件事呢 剛才何俊仁說的內容正正顯示到 現在國民教育的問題焦點 是如何推行的 所以有學校他自己選擇 他自己認為準備好 他可以在今年開展國民教育 我們就容許他開展 否則有擔心的家長 有未準備好的學校 他就可以利用這三年的開展期 可以跟不同的持份者溝通 如果在溝通過程裏面 發覺有不同的意見的話 我認為政府要以完全開放的態度 包括你剛才提到的一點 是否可以將國民教育的內容 放在不同的科目中讓學生多利 這是可以是一個選擇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他硬要將獨立分科 然後用他的教育指引 製造民族自豪感 被人覺得一種歌功仲德 被人覺得一種想為下一代洗腦 這種恐懼是非常強烈的 但是公民教育已經做了很久 大家的滿意應該要覺得豐富一點 大家都很願意接受 是有歷史教育 國民的歷史教育 再加上保世價值的人權教育 豐富的國民教育 大家都開心 那為什麼不可以用這個基礎去做 又達到你的目標 是不是 被人覺得不是歌功仲德 不是洗腦的 但是你要獨立出來 加上中國國情的中國模式 連陳婉霞都說 哇 脫離現實 可以這樣說 他自己工聯會也有份做的 他也可以這樣說 我也是他的朋友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覺得你作為行政會議員 你真的要對公眾負責 先叫停 從公民教育開始做好它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呢 我真的很想聽你說 為什麼要做成這樣的社會矛盾 國民教育是沒有爭議的 現在怎樣推行 現在是由學校自決 學校老師的專業水準 我們大家完全信賴 我相信你也會信賴 不是 教師非常不信賴 我不是教師 但在教協裡面 幾萬個教師 我相信大家非常不信賴 那你是不是會支持罷課呢 你是不是會支持罷課呢 我希望不要逼出來 但我當然是不想有 但我想問你 你讓我先回答 其實你問了這麼久 你都沒有讓我回答 簡簡單單 我就說現在時間夠了 其實你只是支持洗腦而已 說來說去 兩位收聲 李慧琼麻煩 何俊仁麻煩 接著就是802號民主黨 陶忍申 你抽到801號何俊仁 接受你的質詢 聽到訊號之後可以開始 其實我每一次都聽到 很多建制派在選舉論壇的時候 就好像說得很開放 超越對立 什麼可以談 總之國民教育就沒得談 一定要強制做 我想問一個 問一下何俊仁呢 過往呢 譬如兩個特首 究竟你覺得 建制派他有沒有責任呢 對他的表現和成績 具體可不可以找一些事例來講講 我想大家知道 董建華 從董建華到曾蔭權 已經15年了 他的行政會議 一直以來 都是有工聯會 有民建聯的成員 在裡面 作為他們的 代表 所以很清楚 他重大的政策 是得到 這兩個團體的支持 你看到以往的立法會 投票都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民建聯會 工聯會的支持 有很多政策 有這麼大的爭議 是過不了的 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第三件事 民建聯甚至 有人做局長 副局長 所以大家看到 你講得這麼好聽 那些民生政策 但是為什麼 付諸實能的時候 竟然是 整個政績 是這麼 惡劣呢 使得民怨 沸騰 使得整個社會 對我們特區政府 有這麼大的 緣份 你看到很簡單 土地供應 這是政府採守的 其實那時候 民主黨和民主黨 是非常反對的 因為你需要這個工具 來幫助 比較窮的人 可以有機會上樓 走進去私樓 但是建制派說 有肉無榮 他們很委屈 他們不是 他們這麼久 有好東西 去分享 自己成功爭取 他有份 壞事就不關他事 這個最大的問題是這樣的 扶貧也是一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越來越嚴重貧富懸殊 竟然這個扶貧委員會 可以被取消 如果我們全部合在一起 民主派是很清楚反對的 如果合在一起 全部建制派 不准取消扶貧委員會 還有交通補貼 交通津貼 對貧共人士 一定要雙軌制 政府怎麼可以不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說的是一件事 但是你不肯用你的票 來迫政府做應該做的事 就變成這樣 曾蔭權一二孤行 死都不聽他們說 會不會呢 你說得很對 就是曾蔭權一二孤行的時候 一吹雞 變成建制派 就歸隊了 你說得多好聽都好 原來完全沒有一個 堅定的意志 要迫政府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真的要做 是做到一些事情的 但是很多重大的問題上高 是不肯去把關 不肯去支持 不肯去堅持 利用你的票 在這個法案的時候 或者在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甚至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能夠逼政府 作出讓步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然後就是803號獨立的白雲琴 是抽到802號陶謹申接受質詢的 問題就是20秒 聽到訊號之後可以開始發問 陶謹申你說我經常重複 那你們民主黨都經常重複 平反六四 反對功能組別 那有什麼不妥呢 重複是代表重要 重複是想香港人醒覺 你們民主黨是沒有為香港人做事 在益你們自己的職位 對嗎 白姐姐 重複就不是在一個論壇裡面的 三分鐘 然後就三分鐘 全部都重複 我的重複 是因為我堅持 香港人所要的福利 香港人所要的福利 我們堅持平反六四十幾年 是一個良心和公義的問題 你們民主黨和香港人做了什麼 但是你們為自己的職位 擺住了20年 超過20年 是沒有人的 另外呢 你們自己 我想問你認為 那個職位 擺了20年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選舉產生的 你們在欺騙選民 說天下無職 做有心無力 你們覺得市民是這麼容易被你欺騙的嗎 你們是欺騙市民 那我想問 今次選舉 我想問你白姐姐 你今次的選舉 你又說你欺騙市民 你是不是又欺騙市民 你們是徹頭徹美術建制派 你信市民你參加選舉 民主黨經常都隨意反意 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 你不信市民 你今次都不會參加選舉 你參加選舉 你現在又說要回購 你為什麼要欺騙市民 你明白嗎 因為你們說天下無敵 做有心無力 你不要把市民當成這樣 如果你覺得市民會被欺騙 你今次是不會參加選舉 重複提醒市民 我們香港回歸15年 是被這些黨派 政黨在議會上鬥爭 為自己的好處 或者聽上頭的命令 所以我希望香港 不鬥爭即是怎樣 不鬥爭即是隨便都不投票 不是隨便 那你有取向的 有選擇的 和我們市民 大家一起商議 我們應該做什麼 就做什麼 你說真愛 李正光說真愛 我是真心敢言 愛選人 愛香港 但不像你們 本來這15年 你真愛 投不投票才可以選 真愛也要投票 但是你們累到香港 越來越投票 你投票就是真愛 我們信心的信念 就是鬥爭 現在香港劏房農屋 就是你們的政黨 在議會上鬥爭爭爭爭 鬥爭爭 鬥到香港人的福利民生 什麼都沒有了 老闆姐姐 我告訴你 你說劏房那些 我們全部是很一致一起做的 林鄭月娥做發展局的時候 你不熟書就不要在這裡說 我不是不熟書 劏房 我和李慧琼同一談 時間夠了 請兩位都收聲 很激烈的辯論 我不知道聽眾聽不清楚 不過其他朋友的激烈辯論 可能覺得有些很好笑 有些可能說到你想回應 但都要忍著 忍著 輪到你的時間 你才能表達你的意見 好嗎 現在輪到804號民建聯的劉剛華 抽到805號馮檢基接受質詢 聽到訊號之後 可以開始發問 你回答李慧琼 現在擲招數台 這些暴力 是不是較為小孩 你似乎是語言不詳 不過你有一句 我想你講得清楚一點 你說是不認同社民聯的做法 你不認同他什麼做法 我是不認同一些 過激的做法 手段去爭取一些 民主民生的工作 這個手段我是不認同的 什麼是過激呢 大家的定義不同 你可否舉例子 我已經告訴你 我不認同他們的手法 你可否舉例子 我不改例子 所有激的手法 我都不認同 所有激呢 什麼是激呢 但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爭取民主的訴求是一致的 我們爭取能夠有快趣有直選普選真普選特首 阿忌哥 扔招你同不同意 起碼你們的黨主 你們的黨員曾鈺誠 再作為了 你扔招數台 你同不同意 我更加不同意 政府用激的政法 逼迫小市民 那你呢 似乎你又迴避了問題 不是 我再說一次 一些激的問題 我們是不同意的 收到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記得在 炒不炒長毛的議案辯論的時候 你有一句說話 我又很深刻的 你說有些街坊跟你說 千萬不要再和長毛拍照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街坊有的意見就是 一些激烈的行為是不應該做 我是認同激烈的行為是不應該做 街坊認為長毛某一次的行為是激烈 既然大家不認同這種手段 最好就不要和他們站在一起拍照 你同意呢 我是認同激烈的行為的人 是導致我們街坊不同意的時候 如果民意是這樣的話 我第一希望大家自己 用自己的投票去決定自己的政治取向 第二 我也是同意街坊有些行為是激烈的 你說長毛有一次行為是哪一次行為 對不起 這是街坊的意見 我覺得我不需要再幫他轉達 那你同不同意長毛衝擊會場 叫門呢 你同不同意嗎 我都說過凡你激烈的行為 我是不認同的 很清楚的了 那你是反對這件事 第三件事 我想問一下五區公投 辭職補選 你是反對的 為什麼你要反對呢 五區公投 我覺得這一招是一個很重要的招數 不是用這個時間用 因為我們從80年代 就說我們要入建制 希望透過建制裡面 我們的聲音可以說出來 透過投票可以反映到市民反對某些事情 支持某些事情 同時我們會聯同民間的力量 一起內應外合 五區公投 辭職是走出去的時候 變成這些聲音是做不到的 這個時間 如果是23條的 我願意 這些條問題就不應該答 時間到了9點29分 我們現在先聽9點半新聞 之後再回來 正好星期天 立法會選舉 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舉論壇 早晨早晨 正好星期天 今天舉辦的是 立法會選舉 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舉論壇 新聞之前 已經有四位候選人 接受了對手的質詢 現在繼續是第三部分 第二輪 剩下三位候選人 接受對手質詢的時間 各位抽籤 決定了你的對手 發問和回應時間 每次都是三分鐘之內完成的 發問的朋友 開始時的提問 不要超過20秒 之後也可以跟進互相提問 但其他候選人 這段時間就不要插嘴 否則我和May姐 有權取消插嘴的朋友 就是第四部分 分半分鐘的總結發言時間 甚至槍破壞秩序的人 請出這個直播室 依照之前抽籤的次序 805號的文協馮檢基 是周到107號 陳婉嫻是接受質詢的 聽到訊號聲之後 可以開始發問 陳婉嫻 我想問你 97之後 西環干預香港的政治 好像越來越多 現在越來越明顯 就算被人知道也不怕 在梁振英這次選舉特首的過程中 有些選民逐個逐個被叫去西環開會 見面 電視都出街 你覺得這個做法沒問題嗎 第一 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你覺得有沒有干預 第二 因為香港也有些人大政協 我也說我也是政協 每次開會都找我們說說話 他也不會說香港的 老實說 所以你問我 有些人大政協出來說 他簡直是提議他們投降 梁振英的 我不知道 因為老實說 我想基里知道 香港面對著回歸15年的狀況 我希望他夠膽動 一些壟斷財団地產商的人 誰有作為呢 我們會支持 我屬於幾組 是不是你都不認同這種做法呢 我覺得為什麼這樣做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如果你不相信香港人 就不要說這些口號 就是港人治港人口號 就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如果有一天 他會跟你說 阿嫻你這麼多票 不如你給點票是李慧琼 你怎麼看 我想李慧琼也不用我給票 我也不會給李慧琼 我想李慧琼 當他自己決定要參選 是不是李慧琼 你應該有你的自信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2004年那次的選舉 你可不可以 人家叫你給票是陳監林 你由票後 變成最少票當選 這是不是一個類似的情況 我告訴你 選民呢 我們阿姬和我都不能再有任何人 去到這個角度 我自己覺得 我盡力去做好每次選舉 其實選舉我很老實說 我和阿姬你覺得最大的分別 我剛才聽劉光華說的 我有個感覺 原來你也不是很堅持你的原則 我是很堅持 由91年的直選 我都認為 議會裡需要有我們基層勞工的聲音 在這個個人當中 我是堅持下去 我不理會這個個人當中 可能你不喜歡我 我1990年的時候 我提出反對我們勞工 有人見到一個群組 就說 我不支持你的嫻姐 我真的不知道 即是你會呼籲你的選民呢 我自己就會站到自己 我自己一定站在基層勞工的角度 至於選民是怎樣 我是尊重選民 即是你會呼籲你的選民 不要轉 堅持到底支持嫻姐 不要轉給其他人 你看到我的單張 沒有人見人轉 那都是支持我 因為這次七張名單 包括你的助選團也叫他們 不要叫街坊住 阿基 你看我們現在 這七張名單 是基層講勞工的 老實說 我想這就是我一個 很強的理念擺樹 所以你看看我的單張 我自己覺得 我很開心 當我去派單張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談了很多 如果西環有這樣的意見 跟你說 或者透過工聯會跟你說 你會不會聽 不過我從九年選 到現在有人跟我說這些話 好 請我支持嫻姐的選民知道 嫻姐是反對你們轉票 好了 時間夠了 接著就是806號民建聯的李慧琼 你抽到劉光華804號接受你的質訊 聽到訊號之後可以開始 劉光華近年我們都經常落區 其實市民都很多訴求 特別是他們的生活壓力很大 不同階層、基層、中產、青年人都很大 生活壓力 主要是通脹升得很厲害 人工又加不到這麼快 其中 尤其是住在新界區 那個交通費負擔 更加是佔了他們收入的很重要的百分比 究竟你有什麼辦法去幫助 這些經常要給這麼貴交通費的朋友 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呢 我們會提出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呢 能夠有一個全粵通的粵票 現在的粵票呢 基本上可能是一塊一塊這樣的 它是通不到的 但是如果能夠有一個全港的粵票呢 我想打工仔呢 它有一個預算 也可以便宜一些 第二個方面呢 就是現在港鐵呢 那個費用是太高 還有每年呢 最近這兩年呢都是加價 我們會建議政府 在今年年底的檢討 會有考慮兩個的做法 第一個做法呢 就是把那個地產的收益 應該放進去工方程式那裡 第二個做法呢 就是在一個可加可減的機制之上呢 應該是政府每年都收一些股息的 用去年作為一個例子呢 政府是收了17億的股息 但是加價呢 是加2億元 那麼你要看到呢 如果政府不收這個股息呢 基本上港鐵是無需要加價 我覺得如果是採用這兩個方法 未來五年都港鐵不用加價 這個呢我已經是向直接 是梁振興政府提出了 我希望是根據民建聯的建議呢 令到這個交通費呢 可以降低 其實現在市民的生活負擔 擔子真的很重 我絕對同意的 也會起行政會議 若然我有機會進入議會 會和大家一起 要求政府減輕市民生活負擔 特別是交通費用高昂 除了是交通費貴之外呢 房屋問題 剛才你都提出要政府 十月份就要公佈一些措施 其實我認為呢 政策應該是成熟一項推出一項 我們香港沒有本錢內耗的 我們有很多問題等著我們要處理 房屋的問題 基層生活壓力大 中產生活也都壓力大 青年人看不到出路 你怎樣去幫不同階層的人 去確保政府的政策對焦呢 十月前要公佈這個土地房屋的規劃呢 我認為是必須的 亦都是急不容緩 另外一方面呢 我認為梁振英先生呢 他應該要考慮 除了居屋之外 家建公屋之外 夾屋夾心階層呢 他應該是要考慮 出售公屋也都要考慮 好 時間夠了 跟著呢 就是到807號公聯會的陳遠行呢 是接受呢 803號白雲琴呢 接受 抽到白雲琴接受 她是質詢的 不聽到信號之後 可以開始發問 班琴 你好啊 因為呢 我提這個問題呢 我相信你都會一定是關注的 因為現在香港的我們一些 黨女呢 當她退休或者勞了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要養壓遮頭 有些經濟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 醫療上是能夠幫到她 政府說了十幾年的社區醫療呢 完全兩碼指示的 我在我自己的選區 黃麗仙上村 見了不少個案 我都很不開心 在醫院去發揮 你的問題是 我的問題就是 面對著長者這樣 由醫院出來 政府就跟著找個十字 送她回家 就沒有人理會她的 你接不接受這些情況存在呢 我覺得現在的長者是很悲慘的 莫說她們呢 我自己想去政府那裏 治療一下腳 因為我排隊都排年多 那這個呢 就是這些政黨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輸入外地的醫生呢 只要她們在政府做事 那就可以 那些長者可以不用等那麼久 才可以去看醫生 是不是 那至於那些福利呢 包括那些二千二元 就立刻要發的 是不是 還有呢 我覺得呢 我們香港的長者 其實是被忽略了照顧的 那除了我希望你們建制派 給他們多些蛇齋餅米總支持之外 我亦都希望民主派 所謂民協 民主黨 你們想一下 你們不要經常掛著自己 把自己的位置 超過二十年 而沒有好好地為長者謀福利 真的 他們很慘的 醫生也不夠 職位也不夠 那他們 或者我都加多一點情況給白雲琴知 就是由醫院回到家 政府叫做一條龍服務 但是騙人的 老人家由醫院回到家 是沒有人來的 特別是由八十幾歲至九十幾歲 你怎麼辦呢 我就看到老人家出院又跌很多次 很快就不再 所以類似的情況 政府經常吹噓自己 我就覺得不一定是醫生不夠 是整個政府 今天沒有一個 居家安老 一個完整的措施 說就天下無敵 實際上是騙人的 我自己都希望 跟我們今天 那麼多位的 競爭者 一起去看 我們社區裡面的長者困難 所以醫療往往只有一個講 政府 我同意你說的 派的時間非常長 其實 我經常去老人院探訪 做義工 我覺得老人家是很慘的 沒有人照顧的 所以我希望除了你們 當然你們是建制派 你們可以要求 但我也希望民協 民主黨 不要只為自己的位 給老人家求福 麻煩你們 請求你們 好了 現在輪到對護左論壇 就是最後一個環節 各個候選人 都有一分半鐘的時間 來總結 同樣我們 有提示訊號給大家 聽到BB聲之後 就可以發現 完結之前有十秒 也有提示訊號 大家請大家 戴上個耳筒 你就會聽到我們的提示訊號 首先就是留801號的 民主黨的何俊仁開始 民主黨 這次參選 我們繼續多年來的努力 除了全力爭取落實民主之外 還要實現社會公義 向霸權 向一切不公義說不 我們是要打擊地產霸權 金融霸權 公用市霸權 我們要消除官商勾結 和利益輸送 所以未來的日子 我們要爭取 有一套完善的制度 有力去監管公共事業 包括中電 廣燈煤氣 以及其他交通工具 運作和收費 我們也會重視 要解決香港貧富 懸殊所引申的很多問題 我們是要 在重建的 這個扶貧委員會裡面 要定出一個清晰的滅貧的政策 我們要縮責貧富懸殊 要做到這一點 需要有一個稅制的檢討 我們希望能夠引進更多的 累進稅的原則 使得有錢人給多一點稅 但窮人也能夠有更多的照顧 但當然我要強調一件事 我們香港應該有很豐厚的盈餘 和儲備 應該好好的利用 來幫助解決窮人 所面對的很多民生的問題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 是我們必須在未來日子裡面 要盡快研究落實 好 時間到了 接著是802號民主黨的陶謹申 聽到BBC就開始了 各位市民你好 我是陶謹申 大家最近我們很關心保釣 但是還有幾天 就是8月23號 是菲律賓人質事件的兩周年 公義是未得到新章 菲律賓政府還是不肯道歉和賠償 上一年我們令到中央政府 包括總理 都是比較強硬一點點的立場 但到現在我們仍然要跟進 雖然很多人已經遺忘 但我覺得公義就是公義 我們一定要繼續關心他們和跟進 有人說 我和何俊仁一起代表民主黨參選 何俊仁是主席 當然有一個領袖的風範 那你阿土 你告訴選民為什麼要選你呢 除了我們說 核心價值的堅持之外 我自問這20年 在立法會裡面 是一個勤力盡責有成績的議員 我接見的個案 數以萬計 我幫到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幫我和你的朋友說一聲 我不是一個光芒四射的人 但我會默默耕耗 陶芹生多謝你 時間剛剛好 接著就是803號獨立的白永琴 聽到BB聲之後 你可以開始發言 各位朋友 各位兄弟姐妹 我是803號白永琴白姐姐 香港回歸15年 香港回歸15年 是應該有民主進展 民生進步 但是相反地 香港這15年 大家都很慘痛 劏房 學生畢業 學生畢業 就一身債了 為什麼 其實我們要很重視這15年 還有未來的15年 如果我們讓這些政黨 繼續在議會裡鬥爭 保皇黨 他接命令做事 要保皇 但是 譬如 民主黨 民協 他們做了什麼 成績 你們有眼看 就是 繼續讓這個社會 一直在分化 和民生福利 都是被他們害得很淒慘 你們不需要喜歡我白永琴白姐姐 但是 這些政黨 在那個立法會裡 這樣鬥爭 香港的社會 未來的15年 可能又被他們犧牲了 因為他們 有成績 你看看 20年做了什麼 這三位 偽民主派 做了20年 做了什麼 所以請你支持 你收聲 你不要再說了 接著就是804號的民建聯 劉剛華 聽到訊號之後可以開始 各位朋友 我聽到很多市民的聲音 對於議會是非常不滿的 訂招、掃桌、拉布、留會 初陀歲月對香港有什麼好處呢? 香港是我家為何破壞他? 這個我相信是市民的聲音 我們應該集中精力搞香港民生的事情 大量的民生事情 包括我剛剛所說的房屋的問題 土地的問題 交通費過季的問題 醫療要等候的時間過場的問題 這些全部都是需要我們攜手合作 去集中精力 香港是沒有條件繼續來耗 我們環視四周的發展 我們想到龜兔賽跑的故事 香港從來不是龜 但我們會不會變成那隻兔呢? 今天來說香港是要向前走 政治的爭拗沒完沒了 我們是不需要這樣繼續下去的 剛才我提出一些房屋政策的主張 我提出在交通費、港鐵 五年不用加價的主張 希望政府聽到 希望市民支持 多謝 OK 時間剛剛好 接著就是805號民協的房檢基 聽到訊號之後可以開始 各位市民 貪爭、貪盡海陸空 建制派補他 梁振英隱瞞山頂大襲的淺見 以謊謊掩謊 建制派補他 劏房局長陳茂波 現在死都不認錯 建制派又補他 更嚴重的是 政府連同建制派 連我們下一代都不肯放過 不理家長的反對 硬推洗腦的國民教育 你還忍得嗎? 建制派沒有獨立的意志 而為保皇而保皇 怎會幫我們去監察政府呢? 當年我在大學的時候搞學運 大學的學位都可以不要 幫艇護上岸 我們連英兵的舊軍營 可以夠膽去闖 這幾年我們搞社會企業 搞植分中心 搞扶貧工作 就是要市民自求多福 不要靠建制派了 反對領會上市 他怎會幫你呢? 星土地產霸權 怎會幫你呢? 所以我呼籲大家 一定要用自己的腳 用自己的票 支持民主派 為民主派 保住24席的否決權 避免梁振英政府為所欲為 我馮檢基 向你保證 我們會繼續用良知 監察政府 爭取民主 改善民生 請你支持我們的民主派 請你支持我馮檢基 805號的馮檢基 許甘成 力增民主派的第三席 多謝你 好 時間也都到了 接著就是806號 民建聯李偉琴 聽到信號之後可以開始 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們已經厭倦了 無憂止的對立 停不了的爭拗 今天我們能夠站在那裡 參加香港史無前例 最廣泛選民基礎的超級區議會選舉 是政改方案獲得通過的結果 大家都記得 2010年政改方案 民主黨妥協 我們民建聯包容 香港得意在普選路上 超越對立 行前一步 大家還記不記得 五年前 正正是因為有人為對立而對立 為反對而反對 政制停滯不前 原地踏步 既然重大的政治問題都可以解決 民生的問題是沒有理由搞不定的 未來五年 香港發展進入關鍵時期 要落實普選 要處理大堆的民生問題 房屋、政策 減輕市民生活負擔 香港再無本錢內耗 政府做不做到事 議會都是非常關鍵 我做議員就是要確保政府 政策成熟一項、推出一項 只懂得將責任推起人家身上 社會發生的問題完全與自己無關 是不負責任的 事實證明 對立沒有出路 最終市民是無得著 我李慧琼主張 理性討論 包容對人 齊心做事 讓我們一起超越對立 解決社會問題 愛護香港 請支持806號民建聯李慧琼 多謝大家 好 時間也到 接下來是807號工聯會的陳婉嫻 聽到信號聲之後可以開始 早晨 各位朋友 香港特區政府一屆又一屆 不經過過了15年 在15年裡 香港存在矛盾 香港人的生活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困難 為什麼這樣呢 本來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由香港人管治香港 不應該走到這樣 就於回歸十幾年之後 香港重新財團再組成 而財團裡很老實說 多了不少的大地產商 由於他們控制了很多經濟命脈 令到現在我們就說 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旺一業就衰百業 旺的就是地產行業 衰就是其他行業 高租金高租值 不僅影響住我們居住的租金櫃 我們住的困難之外 還影響著我們的黨子女 是越來越難就業 我們越來越少職位 面對這樣的情況 會怎樣呢 頭痛意頭 腳痛意腳 不敢在土地規格上 是處理這些問題 例如說有幅地 為什麼單是給地產商得益呢 為什麼不給其他經濟元素 可以放在一起呢 我最後都說了 例如賣北角新村 不過新村附近碼頭 有很多魚賣的 能否一起發展呢 北新村另一邊 是面對一個大街市 能否和酒店一起設計呢 這是一個完整的 需要政府想的 不是一幅地就只想 地產商收益 全部歸它 為什麼不讓我們一起分享呢 我陳婉嫣 很希望代表基層勞工人 陳婉嫣